昏变传闻后,陈晓首次回应,你的努力,我自愧不如。 陈晓和陈妍希真实关系曝光,一句话透露现状,网友,好吗? 在娱乐圈中想要做出一点成绩,其实还是需要一定运气和时机的。 因为在这个圈子中,聚集的都是颜值高。 才华横溢的人,脱颖而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网络这么的发达,即使可以一炮而红。 维持热度和名气,也是明星门头疼的事情。 毕竟前面有功成名就的前辈,后面有才华横溢的婉生,补炒作也是行不通的。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关注明星的私下生活,连同婚姻,家庭都和事业紧密相连。 娱乐圈中因细生情的明星夫妻不在少数,可以说同是演员的身份。 更加有时间在一起,也更加有共同的语言,还有就是可以相互理解。 陈晓和陈妍希就是通过神雕侠侣相识相恋,如今更是结婚生子了。 婚礼的时候,这一对超级的甜蜜。 虽然陈晓的年龄要小一些,但是看起来却是她更加成熟一点。 时刻都保护和关爱妻子的感受,网友评价她明明长了一张可以花心的脸。 但是偏偏深情的令人羡慕。 5月31日,陈晓在个人社交账号为陈妍希庆生。 发文表白,祝老婆生日快乐平安、健康。 顺心,更希望你耗时近两年的作品能早日让观众看见。 你的努力,我自愧不如,真不是刻意捧你。 也是在二人传出了婚变的传闻之后,首次发文表白。 令很多的谣言不攻自破,虽然婚后的生活很低调。 但是还是恩爱甜蜜如常,只是大家都不想被打扰而已。 但是之前且有人爱意的揣测,双方也没有过多的做出回应。 另外就是一直关注他们的粉丝,这一次终于可以放心了,也不用再怀疑爱情。 如今二人的爱情结晶小星星也是三岁了,一家三口的生活越来越完美。 在这里也是要祝福女神生日快乐了。 婚变传闻后,陈晓首次回应,你的努力,我自愧不如。 网友们看到了陈晓的夸妻举动,也是纷纷表示这样秀恩爱。 真的好吗?也是很调皮了。 陈晓和陈妍希真实关系曝光,一句话透露现状,网友,好吗? 另外就是陈晓的新剧已经火热的上映了,话说在年轻一辈的偶像中。 陈晓的演技还是可以的,这一次搭档了景田,估计景田会火了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